不知道各位有多久沒做過木工呢? 嗯 如果砌機都算木工的話 我都算有的 沒錯今天要講的動畫就是今季2022抽番 Do it yourself 聽完那段好洗腦的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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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就是時候正式講一下這套動畫了 這套動畫的製作公司就是Pyjam 對這間公司不是太熟悉的朋友不要緊 因為應該有一套動畫你們會更加熟悉的 就是Gadziobino Tawawa 真的不知道的 Google一下 系列構成就是不安一恨 北安老師是一位經驗非常老道的動畫編輯 由他編輯的動畫不計其數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史萊姆系列 在這裡不多說了 有緣的就跟大家說一下 要講這套動畫 就不可以不講一下這套的女主角 Yourself 沒錯啊 她的名字 就是Yourself Yourself 之後呢我會叫她做self 怎樣形容這個可愛女仔呢 她就是失魂論盡 八百人夢 八隻自然用完 其實她的失魂論盡 小時候開始就已經來了了 例如說用小刀的時候 可以無緣無故弄傷自己的腳 用戒刀的時候 小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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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毫不意外會戒傷自己的手 因為這樣呢 她媽媽就買了一本畫寶和納筆給她 就不讓她再碰任何手工藝了 那我跟你說啦 幸好那些納筆是吃得下肚的 因為 小刀是會把蠟筆放進口當零食 還要不只吃一招 吃了好多招 心想 蠟筆好味嗎 所以試想像一下 一個這樣的女仔 做DIY目工 究竟會是怎樣的情況呢 不就是 因為 破紀錄地包辦了學校保健室的全勤獎 暫時來說 Selifu還是這項紀錄的保持者 一點都不意外 而一個這樣的女仔 為什麼會玩DIY的呢 就是單車意外 一路發白日夢 一路踩單車 到最後 當然會撞到燈柱炒車 單車鏈又鬆了 手柄又彎了 Selifu都幾不知所措 但是剛好幸好有一位同校的學者經過 還幫他整好了單車 而剛好幫他那個就是DIY部部長 無禮學者 所以說意外 就真是意料之外 至於他怎樣進入DIY部的過程呢 我以後就不再多說了 因為再多說就整集都說了給你們聽 你們自己去看一下這一套動畫 而他喜歡發白日夢的性格 也會令他去思考很多哲學問題 就例如 他朋友聽完都嗆了嘴 什麼話 如果什麼都不用做的話你會做什麼 想著想著都很哲學 我想來想去都想不到我會做什麼 你們又會做什麼呢 如果想到的話在下面留言 就留言分享給我聽吧 聽完這個問題的我 立刻想起一位動漫史上 很出名的動畫人物 聽一下聽一下 Selifu和全脂肪的聲音又真是幾潮 啊 你們吃朱古力糯米包的時候 喜歡由頭到尾開始吃的呢 你們又覺得哪一邊是頭 哪一邊是尾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聽 動畫在其他方面都令我挺深刻的 就例如這個畫面 我真的很久沒在動畫裡見過獨木鳥 雖然這個獨木鳥是假的 還有那個看起來好像Roller的物體 究竟是什麼 如果知道的朋友 不如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至於CV方面 他們這次很大膽地用了新人來擔大棋 為女主角配音 就是找了座瘡 為Azumi 等知名的女星優來配合學者和朋友的角色 不過新人的聲音又真是很Mas-Selifu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其實近年百合比賽就真的越來越多 百合之間的露營 百合之間的釣魚 百合之間的行山 基本上你想得出都已經出了 百合和武功DIY這個組合 其實想起來又真是挺新穎的 輕輕鬆鬆地玩一下DIY 想起來又真是挺珍貴的 所以以他圖兩集的情況 我覺得他接下來只要保持著這兩集的水準 應該是一套值得期待的難民回來的 至少我會期待下一集究竟會是怎樣 以十星為最伏 所以我暫時會被兩星 不知道你們又怎麼看呢 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告訴我吧 多謝大家收看我這段影片 今次是我第一次出片 如果這段影片有什麼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敬請大家多多包涵 也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區那裡告訴我 我有什麼做得不好的地方 讓我可以改善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麻煩按下like 按下subscribe 順便開了小鈴鐺 那就會知道我下一次什麼時候會出影片的啦 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